人體的舌頭分開兩部分 平時我們所說的舌頭 是前面三分二張開口見到的部分 屬於口腔,負責咀嚼 而後面三分一的地方我們叫舌根 屬於口腌,是負責吞咽的 舌癌通常是我們所說的 前面三分二的地方生癌 是屬於口腔硬的一種 肥脂是組織潰瘍的統稱 其實舌頭潰瘍並不是一定生舌癌 還有很多其他原因 例如創傷性 不小心被牙齒咬傷 又或者假牙不彎位弄傷 過熱或者刺激性的食物造成的創傷 感染性,例如細菌或者病毒的感染 又或者免疫系統不平衡 和其他疾病引起的口腔潰瘍 大部分都是會痛 和兩星期左右就會開始痊癌 所以不用擔心 但是如果你發覺你的舌頭潰瘍 三個星期都不痊癌 那就快點找醫生看看 因為舌頭潰瘍是舌癌的表徵 表面上看來和其他潰瘍的原因一樣 特別,如果你發覺它不痛 潰瘍下面有腫快 和沒有好快的跡象 就要留意和早點找醫生作出檢查 當醫生懷疑你生舌癌 我們會幫你在口裡拿些組織做活檢 證實是不是生癌 也會檢查頸部 看看有沒有腫快 如果不幸證實是舌癌 我們也會安排做頸部的超聲波 去照一照看看有沒有淋巴的發大 如果有懷疑 我們也會做幼針穿刺去抽取細胞 然後看看有沒有頸淋巴的轉移 我們也會做內規鏡 看看癌症的範圍大小 以及看看其他地方有沒有受到影響 而再要取組織 之後我們會安排照素描 包括磁力共振 又或者正電子素描 看看有沒有轉移或者擴散 舌癌主要的治療方法是做手術 我們需要在癌症附近的範圍 再切一部分正常的組織 來進行根治性的切除 醫生也會在切角的邊緣 拿一些組織去做冰凍切片 即時給病理科檢查 證實癌症已經完全這樣切除 另外舌癌是比較侵略性 大概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病人 就算臨床或者掃描 都發覺沒有頸淋巴發大 最後在病理上都會有頸淋巴的轉移 所以我們會在同一時間 在頸上做一個預防性的頸清素 即是將有機會轉移的頸淋巴切除 因為舌癌和其他人類組織一樣 切除之後沒有自己生長的能力 所以做完手術之後 有機會影響嘴咀、吞煙和咬字的問題 早期的舌癌 例如第一期或者第二期 切除完之後可以將傷口縫合 預合後經過訓練 通常都可以回復術前 日常生活一樣 但是如果腫瘤範圍比較大 例如需要將半條或者全條的舌頭切除 就需要進行修補 通常會在其他身體的部位 包括前手臂、大腿或者胸口肌肉 來填補切除後的缺失 令到治療後的吞煙咬字的能力盡量回復 不過始終切的範圍相對大 康復的效果會比較差 手術之後 我們會看回病理報告 如果一個癌症比較厚 侵略性比較高 又或者已經去到第三、第四期的話 我們就會轉介你去腫瘤科醫生 做輔助性的電療和化療 來減低復發的機會 簡單而言 越早發覺 切除的範圍就越小 對你將來吃東西和說話的影響就會越小 腫癌主要的成因是因為吃煙和喝酒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 解除吃煙和喝酒的習慣 以減低腫癌 或者其他頭頸癌的機會 另外經常性的創傷 例如牙齒和假牙咬傷的地方 都會引起病變 所以當牙齒太尖 或者假牙不合位的時候 要作出調教 避免重複性的創傷 而產生舌頭的病變 之前接受過頭頸部份電療的病人 口腔臉膜都會容易產生病變 甚至生癌 所以之前接受過電療 例如鼻咽癌病歷的病人 就要多點留意自己口腔有沒有繪揚 如果發覺有 就要盡早求醫